刚才有一个全身镜 这边有一个大镜 女生会很喜欢这个环境 写高 这是能在酒店自助里出现的东西吗 虽然24年才刚刚开始 但是小玉已经决定 要把24年最佳十位温泉酱 帮给这个酒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玉 今天正好是24年春节的正日子 所以小玉就选了一个 晚饭超级豪华的酒店 就是小玉身后这个 叫做汤汁穿海雨灯的酒店 这家酒店是刚刚开业的 好多来航馆的小伙伴还没有住过 那今天小玉就打算给大家 开箱测评一下这家酒店 已经打听就感觉 非常的福利堂皇 现在刚刚好是三点左右 所以搬入住的客人有很多 那这边还有free dwelling 不可以喝 而且都装在了这种玻璃皮里 感觉就非常的高级 让我看了一下有玉米茶 和北海道特有的一种水果茶 这个我刚才喝了一下 这个水果叫做哈斯卡普 虽然它长得有点像蓝莓 但是喝起来有点像黑加伦的口味 所以小伙伴可以尝一尝 那小姨这回住的呢 是八层的808号房 八八八 不对809好像 那接下来就快速的给大家开箱一下这个房间 我的右手边是一个全身镜 左手边是一个挂衣服的架子 下面有泡澡用的框 挂衣架的旁边是一个水吧和一个洗手台连在了一起 那这边桌子上有水和被瓶 那洗手台的上面又是一面大镜子 刚才有一个全身镜 这边有一个大镜子 所以我想女生会很喜欢这个房间 洗手台的下面分别是冰箱 水杯 吹风机和热水壶 吹风机是松下的 风量非常感人 洗手液是波拉低 小姨这回定的是标准房型 有27平米 除了有两张床以外 还有一个小沙发和一个小插机 两张床都是小号的双人床 坐上去就是不软不硬 刚刚好 床头的控制面板 除了控制灯以外 还有USB插口和两项插口 打开窗帘就发现是一片大海 真的是面超大海 春暖花开 还有猴子泡温泉 我的天哪 床的对面有一个电视 底下有一个保险箱 那电视一如既往的这么大 浴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 卫生间稍微有点窄 大概也就是这么个距离 但是是免制马桶 浴室这边可以站着席 也可以进去泡澡 但是大家一般选择在上面 泡温泉 浴室里的洗衣用品是它的自由品牌 刚刚办check in的时候 店员送了两个团子 那是这边的小零食 感觉这个比温泉馒头更有心意 咱尝了一下 是鲜团子 还挺好吃的 这螃蟹好多腿啊 来两只腿 天虾来两只 银枪鱼来几片 马咕咯再来两片 蛋仔来两片 还没拿完呢 就已经这么多了 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晚饭时间到 小姨已经坐到了吃晚餐的地方 这边也是自住 小姨刚才浅浅的拿了一拨 就是桌子上的这些了 第一拨先来个厉害点的 先吃一下刺身 刚才拿刺身的时候就有被震惊到 数量之多 真的是所有酒店里面独一份 而且它每一份给的这个量 感觉还是挺顿实的 你看这一片切的有多厚 不舒适 而且来在市场吃的那些海鲜 非常非常的好下饮 不用搅 直接就从嗓子里滑下去了 章鱼 我是第一次在自住里面有拿到 味道也不错 刺身这边不光有章鱼 还有这种贝壳类 而且我看见好多日本人 都拿着小碗在那做海鲜冻 脆脆的 蟹膏 这是能在酒店自住里出现的东西吗 它怎么这么好横呢 好螃蟹 又有吃 饱饭就更合适了 直接给饭想吃 哈哈 一鸡冻它掉了 好酸 扇贝精小鱼 看到了扇贝 那能错过吗 浅浅的先拿了两个尝尝味道 太好吃了 黄油用的很高级 比市场上的黄油好吃 虽然它的那个扇贝很小 但是黄油味很重 这边还有加了盐粒的 lost beef 往面来浅尝一下 很浓郁的脚子很粗爽 这边是猪肉的 跟牛肉相比猪肉的相对来说 有点顺色了 它有点干 忍不住 刚才又浅浅的拿了几个蛋糕 我们先来吃个巧克力蛋糕 慕斯蛋糕 我也知道吗 巧克力很绵密 感觉咸的甜的 咸的甜的也是可以的 2024年 猪大一个不一样 草莓的我们也来尝一下 巧克力都这么好吃 咱们的肯定更好吃 有点酸 草莓味很重 就是草莓应有的酸 它做到了 是一颗好草莓蛋糕 这边跟巧克力蛋糕一样的 都很绵密 又有螃蟹吃了 好开心 没有想的甜美 但是也可以吃 毕竟它是不鲜亮的 只要一掰 它就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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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不出来了 又浅浅的制作了一碗 小鱼版的海鲜粉 装的全是小鱼爱吃的东西 这一碗大概值多少钱 可以打在弹幕上 鱼子就在嘴里爆开了 全都是爆浆的状态 刚才吃了好多次的生 最后再以海鲜冬作为结尾 就感觉烫油在大海里一样 整个自主越吃到后面人 越多 小一十五点半进的厂 现在是七点 已经人满为还了 整个自主餐的餐品不算是很多 但是次生的种类真的是非常丰富 而且有很多是一般酒店里不会出现的 这边都出现了 这点非常赞 另外这边的小蛋糕也非常好吃 这是让小一万万没有想到的 而且是每一种都非常好吃 我都想连牌全都端走 卖店里的小东西还是挺丰富的 像白色恋人这边都有 所以不用跑机场去买了 喝咖啡那个地儿都会配的小饼干 我们可以来一个这个 应该很好吃 小螃蟹 下酒的小零食 而且这边还有日式鱿鱼 感觉也太好吃 果然这边生产鱿鱿 吃饱喝足跑好走 小一想要给大家总结一下这边的温泉 首先小一想要表扬一下这边的温泉 真的是太乃丝了 之所以表扬它 就是因为它的室外 有一个无边观景温泉池 坐在里面可以看到无边的大海 以及海上的轮串 还有天上的海鸥 小一在日本也大大小小 泡了很多的温泉 但是对于今天跑的温泉的这个室外景色 真的是一切没有见过呀 虽然二十四年才刚刚开始 但是小一已经决定 要把二十四年最佳室外温泉酱 帮给这个酒店 海雨灯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你 小一第一波拿了一些 比较清淡的食物 然后早餐这边也是有海鲜 都可以做的 一个早上精心打磨 十年初一件的海鲜饭 就已经准备欺识了 接下来就倒上它的灵魂酱汁 早上一碗饭 干过一整天 活力满满 大早起来就吃海鲜 而且还是吃四身海鲜 就感觉我是从龙宫里醒来一样 海鲜的品质跟昨天晚上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金枪鱼块有点小 三文鱼它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三文鱼起的枣 金枪鱼一片二十四小时 它都紧着 刚才我在煎香肠的时候发现 普通我们看都是这种香肠 结果这边主要有这种黑色的 是黑猪肠吗 感觉比普通我们吃香肠 它更有一点点的嚼劲 脚短的瞬间就不吃一下 汁水又出来 最后再来喝个羊肉多 盖个杆 小姨觉得这边的早餐不输晚餐 也是非常的丰盛 尤其是这边的这个海鲜种类 跟昨天晚上是一样的多 另一个比较好玩的 就是这边可以自制汉堡 面包有三种可以选择 里面加的东西 除了有鸡蛋 培根 还有那个牛肉 尤其是这个牛肉 又有嚼劲 又吼 真的是棒极了 完全可以做一个双层即食 不对 三层即食汉堡啊 最后 最让小姨惊讶的是 大早上起来就可以喝红酒 这是什么神仙生活呀 那这次小姨是从官网上预约的 我和老刘两个人 一共花了29720日元 除了有一晚的住宿以外 还包含了早餐和晚餐在里头 住下来就感觉这边的酒店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比较新 无论是房间还是这些公共设施 都是非常新的 其次就是温泉 这边温泉建在了最高层 尤其是室外温泉 一般的这种温泉 都会有一个半身的磨砂玻璃 阻挡我们 但是这边完全没有这种玻璃 所以看出去的景色 更加的辽阔 更加的迷人 最后就是餐食了 这边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 海鲜的种类都非常的多 大家完全可以单吃 又或者做自己的海鲜饭 咱们再来说说 它这边不太好的地方 睡觉的时候有两个枕头 但是这两个枕头都非常的高 所以小姨这一觉醒来 两个眼睛就变成了大小眼了 然后就是床旁边有一个床头柜 上面有一个小闹钟 晚上一直就听她嘟嘟嘟嘟嘟嘟在那走了 有点影响小姨的睡眠 那说到这儿 小姨现在又有点困了 所以这期的视频呢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投币并转发小姨去补教 拜拜